台东县112年度强化社会安全网绩效考核结果 获得了全国第三名 台东县在各县市竞争激烈的情形下 考核分数达到95.9分 不但成绩更加的进步 而且连续两年特优还获得全国第三名 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 这一次获奖是台东照顾标杆服务的内容 也体现了台东县府对社会安全网的重视 台东县112年度强化社会安全网绩效考核结果 获得全国第三名 而台东县在各县市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考核分数95.9分 不仅成绩更加进步 且连续两年特优 还获得了全国第三 这一次考核结果 绩效优良副宣长王志辉代表县长饶庆林 感谢摄政、卫政、警政 教育员民、民政、法务以及所有投入社安网的社工以及伙伴们 台东县考核分数95.9分 获得全国第三相当不易 今年县府成绩会议跟要求各局处提出服务亮点 串联各网络单位规划 符合台东县现况的整合性服务 接触需要帮助的个人以及家庭 社会处也指出 这一次获奖是台东照顾标杆服务充分落实展现 在今年跟落实县长开放整合创新施政理念 各网络提出单位亮点计划 包含了推动落实青少年就业准备计划 绿树业职业训练 爱乡挺计划 亲职减压赋能共造中心 身心障碍者服务中心等 透过各面向协助以及陪伴 脆弱前面临多重问题的家庭 度过困境以及复原 而台中县府也将持续与世安网伙伴们一起协同合作 逐步进行修正 强关配套以及服务措施 吸收互助有需要的显明 介盘罪台东市报道